这里是蒙通社 铁路合作组织成员国挫商会 于2月26日在先召开 蒙古国乌兰巴托铁路协会领导 作为成员参加了上述挫商会 并交换了相关信息与意见 会议期间 成员国代表们就指定通过 5号铁路2024年运输的外贸货物运输量 协议及其实施措施进行讨论 蒙古国阿富汗、白俄罗斯、越南、伊朗、哈萨克斯坦 中国、朝鲜、图库曼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 和观察员韩国等国家的铁路领域代表参会 此次挫商会将于2月26日至3月1日继续进行 出口货物增加250万吨 国境货物增加190万吨 国内运输货物增加49.19万吨 促进了铁路货运量增长 2023年铁路运输收入达1.1万亿图克力克 比上年增加3767亿图克力克 2023年铁路货运量3240万吨 比上年增加460万吨 中文字幕志愿者 马曼斯坦